美國的選舉真的是秀下線 沒有想到看起來非常斯文的 這個副總統提名人范思 他居然被挖出來 以前有個施害署的一個言論 他說賀錦麗 是一個沒有孩子的貓姑婆 Cat Daddy 他覺得這樣 你都沒有生孩子的經驗 也沒有帶過孩子 你怎麼去換 帶美國這個大機器呢 這個言論一被挖出來 好萊塢知名的女星 珍妮佛安尼斯頓 她就大跳雷 她大跳腳 他說我希望有一天你的女兒 可以靠自己生出孩子來 這有點按詛咒的感覺 那我希望他不要尋求 體外人工受精 作為第二顯像 因為沒有生孩子的 除了頂克族或者生不出來 還有很多很多人 自己的人生選擇 這樣子作為一個 選總統資格的判斷 會不會太過高度的人生攻擊 所以在美國政壇引起討論 那珍妮佛安尼斯頓 其實他以前的前夫 包括布萊德比特 還有賈斯汀瑟 他們的兩段婚裡面 都沒有生出孩子 台灣的網友 立刻就聯想到 我們的蔡前總統 就說這個也是Cat Lady 還有包括賀錦麗的妓女 她的妓女立刻跳出來 說不許這樣子說她的媽媽 其實有個很大的問題 賀錦麗不是沒有小孩 她有小孩 她有兩位妓子跟妓女 連她的丈夫的前妻 凱斯丁都跳出來 他說我這個小孩子 給他照顧十年了 他看到的是用到滿滿的愛心跟教養 跟強烈的保護慾 他用到的字眼是這樣 而且在場的人 就對他非常非常感激 他的一個加入 這是他們親屬之間的反應 那另外一個 有人說從歷史來看 美國總統有很多人真的 有的沒結婚 有的沒有小孩 像是他們的國父華盛頓 他沒有自己親生的子女 他跟結婚的妻子 撫養的兩個小孩都是前夫的 第十一任的總統 博爾克也沒有小孩 第十五任是連結婚都沒有 更遑論是小孩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川普在這個肇事裡面 一直把賀錦麗的英文名字 故意自己把它唸錯 唸著別的 沒完沒了 他說拜登每次災難背後 都是極端自由派推動力量 加州社會主義會扼殺美國夢 所以賀錦麗將會是美國歷史上 最糟糕最恐怖最無能的副總統 賀錦麗現在推出104天勝選的策略 她退選美選說 下一次的選舉階段 這104天會刀刀見血 非常恐怖 很殘忍 而且有間對性 目前CNN最新民調川普49 賀錦麗是46% 有很大的問題 8月到底黨代表大會 到底會如何進行 這個問題比較不大 9月10號辯論就要登場了 賀錦麗直接校正川普 說我不怕你 犯馬過來 川普有點後悔說 不希望ABC來主辦 他比較希望對他友善的福斯 來主辦 請教兵哥 這個范斯這個言論 當然在我們聽起來 是非常不可思議 這很明顯的歧視性言論 但很多人都這樣想 是 沒有錯 因為范斯找他當然 你以為他是 不小心衝口而出 不是這樣 這是計畫好的東西 因為他的選民 就是要聽這個東西 他的選民就是那種 很保守主義 很傳統美國價值 然後基督徒 他就是要拉攏這些人 所以他沒在管 他知道女性本來就不會投給他的票 他知道左派不會投給他 所以他也不要這些票 所以他純粹對他的TA喊話 是 就是這樣 是非常精準的打擊 所以這個出來 言論非常有爭議 但是 他真的有幫到賀錦麗嗎 這個我覺得也不見得會幫到賀錦麗 也就是 會贊同賀錦麗的人 因為賀錦麗是偏左派 所以那些人本來就不可能會去支持川普 所以就變成說 現在雙方壁壘分明 那也就是看現在的美國 到底是保護主義比較盛行 右派比較盛行 還是左派比較盛行 就是看哪一種 可是 如果以歐洲現在選舉的觀點來看的話 歐美現在大致上 當然不是每個國家都是 大部分是比較傾向右派保護主義色彩 所以這個對川普來講 這是他先天的優勢 再加上他之前那個槍擊的事件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朝這個方向去攻擊 那我覺得接下來 川普可能會針對他的種族來打 這個川普是很敢做這樣 你不要以為他不敢 他是真的敢做 因為他經常有種族歧視的言論 他也沒再怕了 因為反正少數主義 那他這個打法是選票上的考量嗎 我覺得是選票上的考量 是在凝聚他的支持者的向心力 因為美國社會事實上已經分裂 我講實在話事實上已經分裂 而且你要知道 現在對賀錦麗來說 川普就採取的策略 就是我不斷的攻擊你 因為賀錦麗過去常常在重要場合 突然之間莫名其妙大笑 然後人家不知道他到底在幹嘛 所以他叫笑王 所以我覺得川普就是逼他 要逼賀錦麗回應 然後賀錦麗回應的時候 我就等你犯錯 他的目的是這樣 然後就是抓準賀錦麗 在公開場合的講話 可能不見得像川普這麼熟練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辯論 可能就變得非常重要 所以9月10號 趙兵哥這樣的分析的話 會精彩可奇 我覺得是精彩可奇 我相信賀錦麗這邊也會有所準備 不要忘記他也是檢察官出身 他口才應該也不會太差 所以就看這一億會不會定江山 美選攸關了大家的荷包 非常直接的影響 矽谷的大咖都是挺賀錦麗的 尤其AI最近美股狀況不好 但是Netflix還捐了他700萬 科技大亨希望借著他 可不可以稍微逆勢翻轉一下 我們也看到OpenAI 他有推出了Search GPT 他對抗Google 因為Google在AI的Search方面 有加強 他們有危機意識 立刻要迎頭趕上 但是賀錦麗跟川普誰選上 會對地緣政治造成這些生變 我們有更多其他的面向來看 日本向美國出售艾山飛彈 很多人說對嗎 是美國在研發的 其實是因為他有授權給他 因為日本自己可以生產 一年大概30枚 日本非常需要 所以反過來 美國非常需要 所以反過來跟他們買 那還要花幾年的佈置 那有美國的學者 梅惠琳他還講一件事情 他說美軍現在在南海 有絕對的相對的空憂 所以他覺得應該要協助菲律賓 針對這個能愛暗交 要來幫助他運捕對抗中國 請教博弈 先講吧 美日的關係當然很好 大家都知道 但問題是在拜登 宣佈退選的時候 到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 這個中間的空窗期 其實拜登政府是跛腳的 因為他等於接下來沒有後續的能力 所以現在日本其實變得很尷尬 他到底是要跟拜登政府繼續好下去 還是要轉投資 把一些籌碼放到川普身上 因為畢竟現在川普獲勝機會 感覺起來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覺得日本現在 不曉得該怎麼做 但是我個人認為 日本只會有一個結果 就是持續的被美國壓榨 不用再問了 對 不是跟我們一樣 對 他是犯例 之前包括美國政府 就跟他要了很多的軍費 都要Double的軍費 什麼軍演的軍費 派兵的軍費 都要日本花大錢 可是他至少還授權他 愛三的這個生產 沒錯 所以接下來 如果川普真的當選了 不管他對台灣好不好 但唯一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 台灣鐵地上付更多的錢 而且我們沒有相關 學到任何的授權 沒錯 如果付錢也沒有關係 但你好歹把武器給我們 包括甚至有種就來駐軍算了好不好 直接來守護台灣 我覺得都是一個好的方向 不要永遠都跟民進黨講的一樣 台美關係史上最好 結果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幫助 股票一直跌 然後兩岸關係持續的惡化 你告訴我 東西真的不用嘴巴說 而是要拿出一些實際的作為 不管是拜登政府 還是川普政府 我覺得台灣的賴政府 都要用同樣的方式來看待 只有台灣民眾的未來 只有我們的福祉 才是真的最重要的事情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